这个猜出的游戏 至于要怎么写,比较OK 我想基本的架构大概是这样 可是如果你觉得稍微可以变动一下 只要程式可以work,逻辑没错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 所以像这种程式不见得一定要写成这样 你也可以用你习惯的表达方式去写 但是呢 当然一定里面一定会有input OK,然后一定会有一个random的变数 这个都固定的 然后再来就是让它画回圈之后做逻辑判断 逻辑我们大概就是三重 就是一重两重三重逻辑 包含就是太低太高跟答对 OK,不过呢 这个程式基本上就是可以一直不乱拆 可是如果只能够让它拆三次 那该如何修改 首先的话第一个 当然我们就不能用坏回圈 因为坏回圈它就是一直进到回圈里面 当它答对的时候才break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不要一直进到回圈 而是只有次数限制的话 记得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想到 我不要用坏一吗 那我该该什么?该for for i in range ok,一样嘛,用range range的话刮弧 一般习惯从0开始 0,1,2 特别注意哦 后面数字应该给多少? 0,进到一次 1,再进到一次 那应该2的时候就 特别注意哦 那为什么2跳? 因为特别注意 0跟1进,等于是两次 那为什么两次?不是三次吗? 请特别注意哦 上面这里已经输入一次了 所以这个算第一次 那之后的话呢 进到第一次 就0 1,再进一次 那2的话呢就跳 你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理论上应该要输入 输入2才比较 才是正确的 然后呢,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冒号 表示说呢 这个回圈底下要叙述的 那在底下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加一个else 就我们刚刚用那个 就是 直数的那个范例题 有没有 如果它全部跑完之后呢 那什么都没有答对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printer printer什么呢? 你答错了 就是已经答了三次不能再答 我把这些行的叙述 这边答错了 OK 那甚至最后呢 可以把答案也顺便帮它显示出来 因为这个比较长了 所以我就直接用复制了 else 反之哦 所以你全部答完之后呢 那只能拆三次哦 然后rnd OK 那这样的话 理论上 如果我最早是写这样子 我自己是觉得逻辑没有错 OK 有没有 就是第一 这个是输入第一次 然后到这边的话 让它进入进来判断一次 0嘛 然后再1 再判断一次 可是你会发现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也是后来同学跟我讲说 哇 是这个程式好像有一点怪怪的 哪边有怪怪的 那我一直觉得 哎 可是怎么知道有怪怪的呢? 主要就是说 哎 哎 它说最后一次 我这边有个图了 最后就是说呢 哎 明明是18 可是最后还告诉你说18错了 尤其是最后那一次 哦 那我怎么知道? 哎 是 是 所以这里的话 因为呢 我不知道说到底RND里面放什么 所以我做一个 有点像 先什么 在上面先print它 然后再去揣程式 这样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 我根本不知道答案多少 所以这边有点像我print它的话 好处就是说 我大概先知道一下答案 然后我就拆第一次 我就乱拆 我先不要拆对 然后拆第二次 最后再拆第三次的话 12 那理论上应该跳到那个逻辑是什么 应该是对的地方哦 可是呢 Enter过你会发现 哎 答错了 答案应该会 哎 不是输入12吗 为什么 这个12波OK 主要的原因是这样 因为我们基本上呢 跑 进来的话 特别的 这是第一次 它输入了 然后我到这边的话呢 它是比对第一次 有没有 0 那再来就1嘛 哎 所以是它又再输入 再输入一次 所以再来的话 它又 比如说它太低或太高 它又输入 然后 城市又跑回去了 跑回就1 1的话又会再帮你去check一次 可是呢 最后你又输入一次 比如说 又太 假设太高了 你又输入一个词进来 它基本上 特别是哦 它已经0 已经1的话 它就不会再回去了哦 意思是它怎么样 它就会跑到什么 跑到els这边来 然后直接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 这边呢 如果应该比较正确的话 应该让它再回去一次 判断 OK 不过呢 变成说 如果你在判断的话 它又会输入一次 那怎么办 所以哦 我这边的想到的方法 最后后来呢 那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那地方 最后一次判断怎么办 后来我就把它修正 怎么修正 修正版的话呢 是这样的 就让它最后呢 再多跑一次 3 OK 0 1 2 好了 最后2 那可是2的地方的话 可能要多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就是逻辑里面的多一层 多哪一层呢 这边把它改了L 那再把这个上面 再多一个逻辑 也就是开头那个逻辑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当什么情况下 让它告诉它说答错了 就是哦 当什么呢 当那个I这个 I的词 I的词如果等于什么 如果等于0 1 2 就最后那一次 而且 它又答错了 那如果呢 去不等于 不等于特别最后 你要写什么 金探号 不等于 R&D的话 意思是写这样 如果呢 它是最后 这个意思是说 I等于2 意思是说 拆的第三次 而且呢 它又拆错了 当这个时候的话 我做什么 那我就把这个print给它 print 答错了 然后这个L 就拿掉 这不用了 OK 然后呢 最后记得 还要多做一件事 就直接把它 break掉了 OK 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符合 实际上的操作 不过 当然这个 我刚刚讲过了 回圈 其实 基本概念是OK 比较简单 可是你要大家了解一下 它跑的那个过程 基本上 如果你要跑三次的话 最后 我是把它改写真相 最后就多一个 在这个前面加 加这些东西 OK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在最后这个逻辑 到底要不OK 就要测试一下 所以执行一下 没有 知道20 那我觉得还是输入错 第一次 它就太低了 然后第二次 再输入一个12 OK 最后一次 20 所以这个时候20输入的话 因为太低 它是跑这边 输入 然后再来的话 0 1 2 然后它又回来了 2的话呢 它做什么 它就到这边 当I等于2了 OK 然后呢 假设我输入的 是错误的话 它就BREAK 如果它对的话呢 它恭喜 我刚才输入到这里好了 输入到 这边如果是20 Enter Enter 刚刚是错了 Enter 看会不会对 恭喜你答对了 就没有刚刚的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我在云端上面 有放了两 应该是最后三个版本 这个是第一个 刚刚那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是修正过的 修正版 那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最终版 不过这个最终版 跟修正版 两者其实是雷同的 就是说最后发现了 把这个放到这边来 好像就可以解决那个问题了 不过请各位稍微想想看 如何把那个 就是说拆三次就可以停下来 不要让它多拆的话 那可能要利用 把File回圈改成File回圈 OK 另外还有一点 这边如果Range后面的话 如果你假设看到这样的话 基本上它实际上就是 0.3的写法 那如果说它是0开头的话 那前面这个也可以省略 所以未来如果你看到Range 它只有3的话 其实代表0.3的意思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把那个 就是 拆数字游戏 最多只能拆三次 那可以这样改 另外的话也许请各位 可以想想看 猜数字游戏不见得1拆到20 你可以1拆到99都没关系 所以这一集的话 其实可以变化的 还蛮大的 甚至不见得只能猜两个数字 你还可以猜什么 猜三个数字 猜四个数字 OK 但不过后面如果要猜的数字越多的话 相对的难度也就越高 另外像之前也有同学 回去蛮认真的 他就把那个什么以前常玩 那个什么1A2B那种 就是说 位置对是A 然后数字对是B 也把他这种逻辑 把他用python来写写看 他真的还把他写出来 不过他说 他光写这个 刚刚讲那个城市 花了好几个月 每天每天去改他 不过当然借由练功 其实他对于回圈就非常熟悉了 因为有的时候 我刚刚特别提到 其实回圈是 很多学习城市的人的 很大的一个罩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它突破的话 我想以后你在撰写城市 应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在这个地方 加那个货回圈部分 如果还有问题 云端上有一些参考